大家好 我是01科技的技術顧问 那今天呢 要为各位带来的这一套 No Code的CRM系统 就是我们的Creation 那关于Creation呢 它就是一套世界知名的No Code 或者是Low Code的这一套系统 它的一个目标 就是可以帮助企业里面 非IT背景的人 都可以去自己的DIY 来创建他们公司内部流程的一套 CRM系统 那Creation的CEO Catherine呢 她在创建这家公司的一个目标 也就是想要透过这样子一个 低代码或者是无代码的技术 帮助企业可以更加的 新增它在业务上面的一个竞争优势 那不只是做得好 还要做到更顶 Creation这一套No Code的平台 深受我们世界上的用户喜爱 所以造就了他们每一年的 一个50%收入的增长 那我们这一些的增长呢 也可以帮助到Creation在未来啊 去更加的投资他们的一个内部系统 去开发未来我们这个很在意的一个AI议题 所以在Creation的一个公司啊 他们期待是说 在2024年的Q4 也就会产出他们的第一套AI的模型 那这一套AI模型呢 在未来可以去搭配不同的一个架构 不论你今天是联发科的AI 还是你是OpenAI都可以去做串结的 那Creation这一套产品呢 在我们Garner上面的评比哦 不论你在企业的低代码 还是在B2B的自动化行销 还是在销售方面哦 都有非常好的表现 那Creation的特点呢 就如同前面提到的 它当然是一个No Code的平台哦 可以帮助我们没有IT背景的人 都可以快速的上手 那另外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云端跟地端都可以部署哦 所以呢 Creation可以提供给公司 它有更多的一个解决的方案 那我们Creation的三大模组呢 分别就会是我们的 首先SalesCreation 那它比较常见的一个功能呢 包含是我们产品的一个规格啊 去建制起来 还有我们的专属报价 流程的审批跟销售的预测 那在Marketing的部分呢 当然就是我们自动化推博行销名单的功能 以及呢 在制作EDM上面呢 都可以透过拖拉的方法 来把EDM给完成 那在Service的部分呢 它除了有一站式的一个全面服务之外呢 还可以搭配我们16种社群平台的服务串接 帮助公司可以与客户之间 有一个更紧密的联系关系 那除了我们上面这三大模组呢 如果有需要额外的一直系统串接 在Creation上面的Marketplace 也有提供超过400种的一个Solution 等于说在我们常见的一个Sales Marketing 跟Service的模组上面 都可以到这个Marketplace来搜寻对应的服务 如果今天呢 这套服务对于公司内部的流程是有帮助 而且有加分的 我们就可以直接的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并且安装 这样子呢 就是一个极差极用的效果 可以帮助你节省很多的一个开发时间 那以上呢就是这一期的内容了 下一期呢我们会为各位来更仔细的介绍 Sales Creation 这一套模组 那我们下一集见 大家拜拜 拜拜 拜拜